欢迎再度回到碑盘大探索 台中光复新村有一家小餐馆 卖面包也卖剪餐 全部标榜以友善食材入菜 像这款红豆糙香米吐司 用的是雾丰在地小浓重的一泉香米 加上自己炒的红豆馅做成了米吐司 口感松软绵密而且甜度适中 这里的剪餐最受欢迎的是这道 回香猪肉咖喱拌 他们的咖喱是特别用姜黄粉 还有大回香等等 这些香料炒制而成 吃起来新香而且不油腻 台中光复新村 这栋被绿树包围的老宅 悠然的氛围仿佛让人忘了烦忧 店里头卖的面包或者是米食减餐 同样令人安心享用没有顾虑 我们本来就是希望说友善环境 所以我们是九成一定要使用我们友善耕中 或是无毒有机的食材 那今天准备的话就是大同有机农场的甜菜 跟我们最终烤箱好的 具有护理背景的两人志同道合一起经营小店 徐俊伟负责外场寻找食材 羊圆亭则在内场变化出各种料理 选用雾峰小农种植的一全香米 制作红豆焯香米吐司 45%是米 然后另外的是面粉 它是焯米 然后直接抹粉 干抹粉 那每一季每一季的农产品 它所含的水分不太一样 所以我们必须要靠我们自己的手感 去增加或是减少 只是要把米做成吐司 这对学过烘焙的杨圆亭来说 又是一个难题 米本身没有筋性 那它没有筋性的时候 做出来的时候通常会太扎实 所以我们就想把一部分的米 那我们先糊化 让它加热过之后它有黏性 然后又可以让它的口感变得比较有点弹性 为了吃得安心 包进吐司的红豆馅都是自己炒不买现成 再加鲜奶油降低甜度 因为我本来做的是日式的豆馅炒豆馅 那它是有一定比例的 就是它那个传统做法 就是大约是有48%是糖 那我不希望它在面包里面那么甜的时候 我就会去调整它的味道 赶开面团切成条状再绕成辫子造型 主要是这样里面的红豆 红豆有一点肉出来 它加烤过以后它会有烤的香气 红豆焯香米吐司 粒粒分明的红豆散布在吐司表面 口感松软绵腻 保湿度高不会干涩 每一口都诚意十足 吃的时候就很安心 然后它也会跟你说 这些原物料的来源 然后还有讲一讲就觉得说 好像这些小龙就住在我们家隔壁的感觉 73年次的杨元亭从小就爱料理 她说有很多手艺其实来自阿嬷的教导 阿嬷教我的最多的技术就是前面那个 一定要先把肉水收干才能加油 不然你刚开始加的时候 你后来它还是会继续出水 你会不知道那个到底是油还是水 用有产销履历的猪后腿肉 来做回香猪肉咖喱 调味上也不用市售的咖喱块 而是用姜黄粉 大回香 月桂叶等等香料来制作 咖喱块主要是大部分是淀粉 像我们把它打开的话 上面很多我根本都看不懂淀粉的成分 那因为我自己都看不懂 我也不知道怎么跟人家讲说 那里面的东西很安全 就算它厂牌很大呀 加进洋葱用时间慢慢熬煮 回香猪肉咖喱 附上了当季蔬菜的汤品 看起来好丰盛 浓郁的咖喱 散发阵阵的清香 入口不会油腻 搭配米饭一起吃 很有饱足感 很清爽 然后不太油腻 然后酱汁调味什么 也都不会过重的去强调过重的味道 吃起来是对身体负担蛮少的一个料理 黑米盐味奶油卷 用的是彰化友善农场的黑糯糙糙米 当初决定用友善食材当作开店的理念 有很大的原因是因为阿嬷 那时候15年他生病 我外国他不能吃 他基本上对于饮食非常控制 因为他糖尿 我们之前的时候在绿色市集 看到很多农家 认识很多农友 那我就可以从他那里得到好的食材 那把好的食材变化 那大家都可以因为饮食上面而得到健康 所以希望说回台中 然后又可以一边照顾他 然后一边可以把这个理念可以推广 不只是给外婆还有其他的人 长大之后我自己都会煮给我的家里面的人 我的同事 我连同事都吃过 外婆没吃过 真的很难过 但是我开店之前 他就先回去 就是希望说 如果能够早点 因为我曾经想说我40岁啊 40岁的时候在开店 对 可是以前因为以前没有勇气 因为要放弃本来的工作 那工作毕竟是阿嬷他很喜爱的 就是他会觉得说 孙女当护士 很亲爱的什么的 我跟你说人生就是难买早知道 你一直以为他可以长一百岁 不想再有遗憾 他坚持用好的食材 做出安心的料理 黑米盐味奶油卷一口咬下 里头松软 融合了咸咸的海盐 层次很丰富 不过要用无毒 或者是有机的食材作为料理 光是成本就是一大考量 青龙胶这些叶菜类的 比较新鲜的鲜食的部分 我们就会取在 布封在地的食物 然后再来是用大家一起大众的 一起激励采购的方法 我们就会把成本降低下 把物流的损耗都把它降低下来 除了向小农采购之外 甜点南瓜乳酪米塔 这里头的栗子南瓜 就是许俊伟家里自己种的 连皮带肉混合鲜奶油一起搅拌 烤到了半熟的塔皮上 涂抹蛋液再加进南瓜内线 当初因为一通电话 杨元亭做起了纯米的米塔 光是测试就花了一年多的时间 曾经有一次晚上的时候 一个妈妈打电话来问我们说 请问你们下你们有没有做纯米的面包 我就说我就要跟他解释啊 纯米是没有办法做成面包 除非它必须要有小麦蛋白金 或是其他的结合物 因为他自己有一个孩子 那孩子真的就是他无法吃任何的不止产品 所以我说那你要不要试试看 我做甜点 南瓜乳酪米塔是一种对客人的承诺 外层的塔皮入口香酥 南瓜乳酪馅香浓不腻 每一口都是真材实料 像我现在信任原亭制作 那我也信任农头给我的一个正好的食材 那也都是无毒安全的食材 然后再来是消费者进来到这边之后 他也可以信任我们可以提供他的这样子的一个背景 所以我想这都是在基于在信任的基础上面 以信任作为建议的理念 这条路走得踏实走得心安 就是要让更多人亲近这片土地 品尝到更多的健康美味 感谢您的观看 slogan